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死亡笔记,点亮新世界 死亡笔记的出现,让人类第一次接触到了死神世界的秘密 而捡到笔记的夜神月,也用其乐的身份大开杀戒 对于夜神月来说,他此举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犯罪的新世界 但对于死神大王而言,其乐大开杀戒的做法 显然让他十分欢愉 于是,他在夜神月死后又向人类世界投放了六本死亡笔记 尝试到这种力量的人类则在死神的诱惑下开始大开杀戒 异常的大规模死亡,让原本放松下来的日本政府再次如临大敌 而停摆了多年的死亡笔记对策总部也再次上线 由于L已在揪出夜神月的对决中牺牲 因此国际刑警组织再次派出了拥有L基因的继任者龙琦 日本最先暴露的笔记所有者是少女青警 而在闹市区大开杀戒的她,很快就被龙琦用麻醉枪击倒 但在随后的调查中,对策部却发现重枪倒地的她 实际上是死于心脏麻痹 作为对策部内最了解死亡笔记的成员 一直参与追踪的三岛显然没有预料到 拥有死神之眼的青警竟然死于另一本死亡笔记 而为了找到被隐藏的真相 不按常理出牌的龙琦故意触摸了青警的笔记 并见到了这本笔记对应的死神 在发现已有六本死亡笔记同时降临后 对策部成员立刻紧张了起来 但痴迷于此的三岛依然鼓起勇气 问起了其中的细节 并得知了人世间最多只能有六本笔记 同时存在的规则 为了解决死亡笔记带来的危机 三岛设计了一个方案 那就是通过警方之力集齐六本笔记 然后将这六本笔记彻底封印 只是让三岛头疼的是 眼前的危机还没解除 隐漠在黑暗中的新敌人便突然出现 而这人竟然利用夜神月留下的视频资料 向世界发送了他的恶意 所有数码产品瞬间都中了 这个所谓的奇乐病毒 而对策部成员松田 竟然在视频最后看到了死神刘克的影子 由于十年前 松田曾触摸过刘克的笔记 并亲眼目睹了夜神月的死亡 所以对策部断定 新奇乐拿到的笔记 正是当年夜神月所有的那本 除此之外 隆奇还发现 一任竟然利用病毒 窃取了对策部成员的私人信息 但好在除了松田 其余人都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由于当年参与调查海沙一案的检察官 魅尚失踪了一年有余 隆奇便准备对海沙本人展开调查 此时的海沙再次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可在打开了一份神秘礼物后 她的记忆也随着触摸死亡笔记 瞬间回归 并与等待多时的死神刘克相遇 在停车场 她见到了借由其乐之名杀戮的幕后黑手紫苑 虽然对方表示 及其六本死亡笔记 夜神月便会在老地方复活 但海沙却没有相信紫苑的说辞 另一边 由于隆奇也拥有一本死亡笔记 为了不被他人发现 他每天只能放弃笔记的所有权 并在回家后重新接收 除此之外 一名拥有死亡笔记的法官 以为憎恨其乐 便不断杀死其乐的支持者 可她很快就见到了紫苑 并被迫按照笔记上的内容 交出了自己的笔记 随后她又前往警示厅 拿出紫苑交给她的小刀自尽 此时的紫苑已经收集了三本笔记 而刘克也得知了 她为什么要追随其乐的原因 原来 当年的夜神月 竟然在误打误撞之下 杀死了将她家灭门的凶手 所以在夜神月死后 紫苑便决定继承其乐之名 构建新世界 与此同时 对策部又调查出了 另外两本笔记的下落 他们分别属于一名俄国医生 以及一个投资客 只是随着两人离其死去 他们手中的笔记也不翼而飞 加上之前出现在海沙手上的笔记 隆起推测 敌人手中可能已经持有了四本笔记 而躲在幕后的紫苑 则利用其乐的身份 向对策部传达了一个信息 虽然得知自己需要在12月17日 以真实面目前往电台直播 否则辛其乐便会大开杀戒 但隆起还是巧射一计 利用死去的L形象蒙混过关 除此之外 她还主动出击 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而将计就计的紫苑 则顺势登陆网站 然后让对策部找到了 她躲避的公寓 可公寓内不仅空无一人 松田也因之前泄露的隐私 遭到了紫苑的杀害 松田的死显然只是紫苑计划的开端 但受到惊吓的警示厅 却因此解散了对策部 而隆起的冷嘲热讽 也瞬间激怒了刚刚失去同伴的三岛 为了弄清隆起的真实目的 三岛又重新研究了L的图像 并看到了那句隆起 留给紫苑的隐藏信息 在得知隆起便是最后一本 死亡笔记的所有者后 三岛便偷偷潜入了隆起的公寓 但他很快发现隆起此举只是为了隐蛇出动 然后将六本死亡笔记一举搅获 而就在三岛犹豫是否参与隆起的计划时 警示厅突然带人将他逮捕 原来当年夜神月死前曾将基因留在了美国 而这个继承了他基因的孩子 就是由失踪的检察官魅尚抚养 由于三岛之前追踪调查过魅尚 他们便认为三岛有故意瞒报的嫌疑 另一边守在家中的海莎收到了紫苑的信息 在得知他即将收集到六本死亡笔记后 本想置之度外的海莎也最终决定赴约 此时龙琦偷偷放出了三岛 并希望他加入自己的计划 而随着三岛被说服 龙琦也拿到了封存在警示厅的死亡笔记 之后负责支援的三岛回到了被解散的对策部 并开始紧盯龙琦身边的一切异常 在按照紫苑的要求放置了死亡笔记后 龙琦便在公园的十凳夹缝中 摸到了紫苑提前留下的纸条 并见到了死神刘克 可他没有料到 继刚一筹的紫苑却将他与三岛等人彻底隔离 虽然对策部成员七赖 很快破坏了干扰众人联系的设备 但重新看到监控的三岛 依然无法阻止龙琦的死去 因为龙琦等来的并不是紫苑 而是早有准备的海莎 利用死神之眼 海莎将龙琦的真名写在了笔记本上 可对于海莎来说 他的灵魂早已随着死去的夜神月坠落 因此在发现夜神月无法复活后 海莎便释然地为自己写下了完美的结局 随着海莎死去 紫苑也成为了这本笔记的继任者 而他随即如约来到了海莎提供的地点 竟带着奇乐的出现 原来那本绑定刘克的笔记 是有人故意交到了紫苑的手中 这个隐没在幕后的人才是真正的奇乐 由于紫苑的所有行动 都是在对方的计划下进行 所以紫苑不仅和刘克交换了死神之眼 还准备杀死新奇乐取而代之 但让紫苑意外的是 他等来的人竟然是三岛 而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之前已经死去的龙奇再次出现 了解笔记的三人很快明白 真正的新奇乐已把龙奇的真名 写在了其他笔记本上 所以海莎和紫苑才无法杀死龙奇 但比起抓捕唯恶不断的紫苑 龙奇显然更加好奇三岛的真实身份 于是在龙奇的威胁下 三岛被迫接触了那本属于刘克的笔记 而一切正如龙奇所料 随着记忆涌来 三岛也想起了所有始终 原来拥有夜神月基因的孩子 根本无法承担死亡笔记带来的压力 而基于笔记力量的魅上 最终杀死了孩子 负责调查的三岛为了自保 只能击毙了准备动手的魅上 而刘克也利用三岛对死亡笔记的痴迷 将夜神月死前留下的影像交给了她 在得知自己就是夜神月的继任者后 受到蛊惑的三岛便开始了奇乐的工作 她不仅秘密开始了杀戮 还谋划了现在的一切 而为了保证自己不会泄密 她放弃了笔记的所有权 并让紫苑接任 在看到了三岛的外貌后 紫苑便想先下手围墙 但就在她想要写下对方的名字时 收到消息的军方突然包围了这里 为了不让政府占有笔记 三人决定拼死将笔记带离此地 虽然在刘克的帮助下 不胜重弹的子愿拼命杀死了几名特警 但寡不敌重的她 还是很快被乱枪打死 仓皇逃离的龙骑和三岛 则遇到了前来接应的七赖 可让两人没有想到的是 七赖竟然想要为兄报仇 原来当年奇乐杀死的案犯中 便有七赖唯一的哥哥 而眼看掩护三岛的龙骑重弹倒地 死神阿玛为了保护龙骑的珍惜之人 竟然私自动用了自己的笔记 而随着准备开枪的七赖离其死去 一直陪伴龙骑的阿玛也灰飞烟灭 这让龙骑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之后三岛和龙骑很快被警方带走 失魂落魄的三岛也得知了另一个秘密 原来当年奇乐的出现 让死神大王盛兴大悦 于是他便向所有死神承诺 只要能顺利找出人类世界中的新奇乐 他便将大王之位传给那个死神 在说明了自己怂恿三岛的理由后 心满意足的刘克随即大笑离去 而被开押的三岛也很快见到了 依旧玩世不恭的龙骑 并得知了六本死亡笔记 在运送途中遭劫的消息 由于提前得知了自己的死期 龙骑便希望三岛能在自己死后 继承龙骑之名 并利用对于笔记的了解 制止近段时间再次出现的新奇乐 在答应了龙骑之后 三岛带着新的身份离开了监狱 而一直坚守良知的龙骑 则在监狱中安然离世 可两人并不知道 这场战斗还远未结束 一切也都在奇乐的计划之中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